娱乐圈很多靠老婆的男星,只有他敢说我就是要一辈子靠老婆吃软饭。 娱乐圈这个名利场,有演技的人很多,有颜值的人很高,情商高的也有很多,但最后真正能混出来的却没几个,要想在娱乐圈站稳脚跟,就没有资源,其中有些男星就是靠老婆发达的, 张杰就是其中的一个,但张杰的成功还与自己的努力离不开。赵雅芝和老公只要外出都会成双入队,近年来,赵雅芝频繁出席活动,老公都是一直跟在身后,有网友就吐槽赵雅芝老公是不是吃卵饭的,但不管怎样,能做到如此夫上妇随的也就赵雅芝夫妇了。 张晋和蔡少芬,两人结婚的时候,蔡少芬名气比张晋高很多,当时张晋面临着很大的压力,但蔡少芬一直在鼓励她,支持她。 直到后来张晋获得金像奖最佳男配角,在颁奖台上公开说,有人说我这辈子靠老婆吃饭,对,我就是靠老婆吃饭,而且一直就是一辈子。 两人结婚以来十分温爱,坎称娱乐圈的楷模,如今一家四口很幸福。 蔡少芬是个炫肤狂魔,经常秀温爱,可见蔡少芬很幸福,网友,祝福你们白头到老。 蔡少芬,英语,1973年9月17日,籍贯广东潮州,香港着名女演员,前无线电视女演员。 蔡少芬是无线2000年代初的四大花旦之一。 同时曾被誉为千细年代无线五大当家花旦之一。 至今依然保持最年轻的香港事后之纪录。 现实活跃于中国大陆,香港两地电视圈,主力拍摄两地电视剧。